我们常用到的偏大的组合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右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经常用到的就是反文旁 我们会看到在右侧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偏旁 所以这个偏旁的一个书写的要点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这个部分大致 它是要齐平的 它和我们说的平常写这个文字的文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文 这边是皮尔 这边作为一个那出现 它们可以在一个中心点上 而且这边也可以舒展 这边也可以舒展 但是作为反文旁 它是一个偏旁的时候呢 它就要给这边留出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和前面这个皮尔 它的收笔处应该是大致在一条纯线上的 不能过分的占用这边的位置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核心的部分是在于它变得很弯 我们会看它的弧度接近于整个的四分之一的圆 就是它要变得弯一点 这也是要收一点 收也是为了完成这边的避让 那么这个那儿呢 在这边可以适当的长一点 而它们的这个焦点呢 也不像这个焦点在正中间了 这个焦点也会出现在一个比较靠中间靠左的地方 所以这是关于反文旁我们书写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我们下面呢 来去写一个例子 比如说故事的故 这个鼓 这个右半部分也收缩了 这个部分也看起来适当的收缩了 也是为了让让出右半的部分 这个皮尔 横 在这个横的中间的部分 有一个比较弯的皮尔 然后在它的下半部分 这个那儿适当的可得写的舒展一点 这是这个反文旁 我们书写时候的一些要素 适当的就是它要适当的做弯曲 为了做这半部分的避让 所以它是一个偏旁 所以互相之间的这种穿插避让 我们要能体会得到